我们常讲嘛 市长最重要三件事情 路灯要亮 马路要平 水沟要通 我自己觉得 Handory市长 在高雄 虽然他参选总统 可是他在市政上 我觉得做得不错 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这是事实 这也是为什么 我认得对我好的人 都劝我不要选 可是我觉得 对于国民党 遭受这样的挫败 所有爱国民党 都有一分责任 那我现在觉得 我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 同时做黑脸 让国民党的改革 走上一个好的方向 这是我希望能做的事情 我会跟所有党内的同志 尤其有民意基础同志 我在短时间之内 我都会见面 所以今天大概什么时候 跟朱市长见面 我们约了下午 所以要朱市长那边说 可以公开 你才能公开 我想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今天下午会见面 对 是这样的 转蓝百坡的秘词 直接点名要开除你的子弟 兵游 我不会从任何一个人提出 要开除这件事情 来做评论 我觉得国民党不是一言堂 你只要不违反 国民党的核心理念 不违反国民党的党纪 那甚至包括党主席 你都可以攻击 我将来我绝对会接受 所有党员对我的质疑跟攻击 你会不会觉得是党内的另一波内斗 国民党过去就是外斗外行 内斗内行 这是我最受不了国民党文化的一部分 刚才我也清楚的讲 我觉得国民党的文化不改 国民党没有希望 他们给我打拼 最近有跟郭董事长见面过来过吗 我从 没有 最近没有 最近没有 对 市长那你会拜访韩国人吗 会拜 我刚才讲过 我所有党内就是同志 甚至一些重要成员 我通通都会拜访 那韩国医市长当然也是我要拜访的成员之一 我说那你会怎么帮助那个罢韩呢 你刚刚提到最后提到那个罢韩 我觉得这是我们 我刚才讲了就是 国民党非常不容易的 在高雄市争取到一个执政的机会 这是过去二十年来没有的 那我自己觉得韩国医市长 在高雄 虽然他参选总统 可是他在施政上 我觉得做得不错 我们常讲嘛 市长最重要三件事情 路灯要亮 马路要平 水沟要通 我想所有的高雄市民想一想 在这一年以内 高雄有没有淹水 他的马路是不是品质比过去好很多 然后另外更重要 我要提醒所有高雄市民 就是过去每一年 高雄都有登革热的疫情 而且案例都是成千甚至上万 可是尤其我在做环保署长的时候 我们经常要处理的就是高雄的登革热 南部的登革热 可是今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高雄今年没有登革热的疫情 这是韩国瑜刚选市长以后 他跟我讲 他很重要要努力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看高雄没有登革热这件事情 我们也看到就是韩国瑜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做好 去年疫情不是还蛮多的吗 去年对去年去年 今年还没有开始 今年才没有 不是不是 去年我讲去年对不起我 去年啊 去年没有疫情 去年疫情数目非常少 假如我没记错 绝对不超过一百个案例 过去都成千上万的案例